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9号 星期一 这是一期会员专享视频 所以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说什么呢 是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 说据说叶简明曾经有机会见过一次 亨特拜登的老爹 就是老拜登 见过一次拜登 叶简明当年是跟亨特拜登做生意的 就是说他们公司 就是说叶简明 都是叶简明拿的钱 但是一半的股份归亨特拜登 一半的股份归叶简明 在成立这个公司之前 他们还搞过三年 就是说叶简明雇用亨特拜登 作为他的算什么 就是说咨询服务公司的服务人员 每一年给他10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干什么 就是介绍费 介绍费是什么 就是说要给叶简明介绍 就是说侏儒像他老爹 像乔拜登 这样子就是说重量级的 在美国有影响力的 有头有眼的人物 要介绍这些人的认识 那么亨特拜登 以前也就是说 介绍了当时乌克兰的 一个天然气公司的老总 去跟拜登就聊个调 见了一面 就老总还给亨特拜登 写过信 说感谢你 让我们见到你爸爸 据北京的小小消息 就是说叶简明也见过一次 因为一年给你1000万美元 对不对 那你钱 你不让我还不能见一次你爸爸吗 对不对 不见你爸爸 你拿你爸爸的钱 对吧 所以说这个意思 据说 当然未经证实 小小消息 据说他见过一次 那么叶简明 这个同志 跟郭文贵有点像 就什么意思 郭文贵这个同志是这样子 他比如说在北京 他打了个戳戳戳 跟戳戳司机聊了几句天 郭文贵同志拿个录音笔 把它录下来 他们这种就属于情报部门的外围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瘾 他养上了这个习惯 就是他跟谁说话 他都把它录下来 你看这郭文贵到最后就什么 跟刘延平 跟什么傅建华 跟什么吴征 他跟他妈谁说话 他都录一段 他都有录音 他都能拿出来 所以叶简明同志 在知道自己 有机会见拜登的时候 留了一手 他有录音 但是当然了 就是说也无所谓 你也不能说 这个不能算是维下分队行为 你懂不懂 我们见面吃个饭 吃饭怎么着 吃饭还犯罪 你还抓我坐牢 对不对 我们说了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今天天气不错 这牛排挺好吃的 这还挺嫩的 你又不要加点盐 对不对 你其实不是他犯罪吗 这肯定不是他犯罪 你录下来又怎么样 我跟你说什么了 拜登 我副总统 跟一些企业家吃饭 他来来中国投资 我鼓励他 要好好干 为美国创造财富 对不对 你录下来又怎么样 你也说明不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不管怎么着 据说是有这卷录音带的 就这卷证明 叶简明曾经见过他 俩人一块 就是说聊过天 说聊聊天气 聊聊美国哪个饭店好吃 聊聊这些 对不对 所以也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 是存在这么一卷的 录音带的 证明 拜登 见过 叶简明 那 这点录音带呢 据我们得到的 未经证实的小套消息 这点录音带 现在 已经跟叶简明一样 在中共的手里掌握着 叶简明失踪了 很多人不知道去哪了 咱们老共监狱 关着呢 去哪了 跟他们小建华 吴小辉一样 对不对 跟他们关着呢 对吧 跟那什么 还有那样 马什么来 那个 官贵 那个副部长 马 想不起来了 马副部长 跟他是一样 都关着了 叶简明同志进去之后 就对吧 把自己的录音带都交出去了 都交出去了 叶简明手里 当然了跟亨特拜登录音带 就比较多 跟亨特拜登录音带 他们的生意往来 有很多的录音带 你就跟小柜子一样 小柜子 小柜子 据说小柜子家里 都是录音的那些文档 当然都记清楚了 哪年哪月 跟谁谁谁 大概聊了什么 然后他好找 他能找出来 叶简明也有 他们这些人都这样 他哪年哪月 跟谁谁谁 他在叶简明 在捷克发展的时候 见捷克总统 他有文档 叶简明也是个很聪明 很聪明的一个人 非常聪明 也玩的挺大的 当年玩的很大 所以叶简明手里 有好多卷录音带 跟捷克总统录音带 跟亨特拜登录音带 跟拜登录音带 当然了 咱们还要说一下 就是说 有录音带 你也不能证明 人家就做不犯犯罪了 那我妈打个出租出来 我跟出租司机说 走 带我去王府警 然后王府警 帮人事上来说 走 带我去纽约 说说 出帮公训开纽约去 那也不算不下犯罪 对不对 就聊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证明 拜登有不值大分寸行为 这点一定要说清楚了 洛杉战并没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东西 但是 反正你要是把习近平惹毛了 给你放下来听听 听听你拜登 到底爱吃哪个牛排 爱吃几分熟的 是不是 你反正你现在是美国总统 对不对 志尔隆尼大放出来 你是不好看 反正脸上是不好看 对吧 反正 还是胡锡进那句话 当一个政客 屁股要干净 屁股要干净 这很重要 不要随便跟人出去吃牛排 知道吗 尤其跟叶简明这种货 一块吃牛排 是有点 怎么 我做太套钱了 尤其跟叶简明这种人的牛排 不要随便吃 你跟郭文贵说什么 你都要想清楚 像郭文贵这种人 像叶简明这种人 你跟他说什么 你都要很明白一点 他们一定会录音的 你懂不懂 你不想被录音 你就别说 说了就一定会录音 你要不想被录音 你就别见他 见了你想他来见你 他能不录音吗 他那么建一出车斯基特的录音 他见你能不录音 你怎么想的 当然了 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想那一年的一千万美元的介绍费 是不是 你就还是想那个东西 反正不容怎么着 这是一期火焰转响视频 好吧 是微经证实论的小段消息 好吧 那今天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